第73章 意外给力的对手 上 叶炮炮代表斐力战队出阵第二场 米欧战队这次派上的是一名身材瘦小的青年 一上台 他就好好打量了一下叶炮炮 确定对方不是像乌鸦那么变态 才松了口气 刚才那一幕 实在是太令人震撼了 斐力战队 叶炮炮 米欧战队 猪黑三 裁判贺道 第二场 开始 今天的比赛一共有12大场 自然是要抓紧时间的 叶炮炮手腕一抖 他那柄凝形法杖就已经出现在了掌握之中 而猪黑三则是身形一闪 直接朝着叶炮炮冲了过来 右手反握着一柄通体漆黑的凝形匕首 速度风驰电撤 几乎一个错步就已经到了叶炮炮面前 叶炮炮的体珠是坚硬之黄匪 主防御 面对对方迅疾的冲锋 他不慌不忙地左手一抬 以免凝形盾牌就已经出现在身前 他这盾牌和林天敖的相比就是小屋见大屋了 体积要小得多 直径只有一尺左右 小圆盾 但在正面却镶嵌着一颗星光蓝宝石 那是他的一珠 叮的一声轻响 两人之间的第一次碰撞就已经响起 或许是被第一场逼急了 第二阵米欧战队上场的 依旧是一名四珠级别的天珠师 而且 这猪黑三的体珠乃是敏捷之龙石翡翠 猪黑三的第一击被叶炮炮用凝形盾挡住 但他的攻击却也在这一刻全面爆发开来 一层青色的光芒从他左手手腕上绽放而出 整个人顿时飘忽得犹如闪电一般 刹那间几十次攻击已经从不同的方向笼罩向了叶炮炮 休息室中 上官兵儿惊呼一声 纯敏天珠师 没错 这个猪黑三正是一名和上官兵儿一样的纯敏天珠师 帝王碧玺一珠加龙石翡翠体珠 没事 周围青泰然自若地道 水系技能的控制力是低等技能中最强的 我们运气不错 周围青话音未落 场上的局面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变化 面对猪黑三如同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击 叶炮炮单平速度肯定是挡不下来的 他右手法杖一挥 一面冰盾已经出现在了他背后 凝实的冰盾顿时护住了他后方和两翼 而他左手的小圆盾则是不断地小幅度律动 抵挡着猪黑三从正面发动的攻击 堪堪手中 拥有防御体处的叶炮炮本身又擅长的是远距离攻击 对于近身防御是很有一手的 更何况 最近这段时间他不断向小颜虚心请教 学到了不少操控天力和技能的方法 实力有了不小的进步 猪黑三的速度现在已经完全发挥了出来 凭借着踏硬技能中的一个疾风术 使得自己深入青烟 攻击更是无孔不入 但是 他的每一次攻击却都遇到了阻碍 叶炮炮速度不快 但却防得很稳 凭借冰盾技能和左手的圆盾 挡住了他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和上官边的问题一样 纯敏天诛师最大的弱点就在于攻击力不足 叶炮炮本身又是防御系天诛师 只要他稳稳地防御 猪黑三想要占到便宜 绝不容易 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 在双方战斗刚开始的时候 叶炮炮脚下就已经有淡淡的冰雾冒起了 在旁人看来 那只是冰盾带出来的雾气 而这些雾气也一直是贴着地面扩散开来的 一会儿的功夫 已经蔓延在了直径十码范围内 就在猪黑三一阵急风暴雨般的攻击略微有所停顿的时候 这些冰雾才翘无声息地升腾而起 猪黑三只觉得空气中的温度突然降低了许多 正在他发现不对 准备先退开的时候 只听叶炮炮一声轻喝 急冻树 那升腾而起的冰雾瞬间一凝 猪黑三只觉得自己身体周围瞬间出现了无数冰粒挂在了自己身上 刺骨的寒一令 他的血脉都开始僵硬了似的 关键时刻 也是显出底牌的时候了 猪黑三没有半分犹豫 右手一抬 接连三道清光从他手中电射而出 化为三道精光在空中一闪而没 那赫然是三只飞镖 每一只都释放着龙石翡翠特有的光彩 谁能想到 这猪黑三全部的四颗体珠中 有三颗凝形的竟然是同样一种武器 而且还只是飞镖而已 三枚飞镖在空中彼此碰撞 瞬间紧贴在一起 在浓郁的龙石翡翠光芒演映下 荣为一柄 在空中划出一道碧绿色的光线 直指叶泡泡又凶位置 没错 身为全敏天珠师 猪黑三一直都知道自己攻击不足的弱点 他这三只叠加飞镖 与灵天敖的组合盾 有着一曲同工之妙 只不过他取的是一个攻击 而且也只是三猪组合而已 再加上他本身擅长的并不是攻击能力 因此 和灵天敖的组合盾相比 差距还是巨大的 但是 尽管如此 这三只飞镖叠加在一起 所释放出的攻击力 也绝对远超了猪黑三自身的攻击能力 再加上这一击又是如此突然和迅疾 让叶泡泡 甚至连抬手的机会都没有 休息室中的周围轻薄燃色变 但是 这一切发生的实在是太快了 根本容不得他去救援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 最冷静的 反而是叶泡泡本人 当他看到猪黑三向自己抬起右手的时候 就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做出了反应 被他以水系天力释放兵物 再加上极动术阴道的猪黑三 接下来必定速度大减 毫无疑问 他有什么能力 不要再被自己限制住之前施展出来 叶泡泡的战斗智慧绝对不少 他要的就是逼出对方的杀手锏 搜的一下 三重叠加的宁形飞镖 从叶泡泡又凶处瞬间飞过 但是 叶泡泡却是毫发无伤 因为 就在那飞镖释放出来的时候 比赛台上已经出现了两个叶泡泡 水系七星平价辅助能力 静影术 可以在一定时间内 以水属性天力 扭曲而成一个与自身一模一样的幻影 使用静影术的情况下 一切水系能力随之增幅 四株境界的静影术 对水系能力增幅 已经提升到了20% 叶泡泡完成静影术 在肩部绒发之际 闪开对方的攻击 他自己也是经出了一身冷汗 猪黑三的必杀技威力之强 已经超出了他的预计 三株组合标射空 下一刻就已经重新回到了猪黑三手中 不过 叶泡泡已经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了 急动术经过静影术的增幅 效果更强几分 猪黑三的速度已经被完全限制 他只觉得自己的身体都要凝固了一般 一面朴实无华的冰盾 紧紧地贴上了他的身体正面 让他根本没法发出飞镖 当他想要后退时 又是三面冰盾紧贴而上 将猪黑三牢牢地禁锢在其中 当叶泡泡手中冰毛的光彩闪亮起来时 米欧王国战队一方 已经响起一个清冷的女声 这一场我们认输了 叶泡泡也是不为己慎 毕竟 虽然之前猪黑三发出那三株组合标 威力惊人 但对方只是瞄准他的右胸 而不是心脏 双方没什么仇怨 何必吓死手呢 解除冰毛的释放和那几面冰盾 叶泡泡向猪黑三微微一笑 道 承让了 猪黑三有些懊恼地道 亏了 我应该一上来就用三株组合标的 或许机会还会大一些 在综合实力上 猪黑三还真不弱于叶泡泡 只是他不想过早地暴露自己那杀手锏 想等到以后比赛再用 谁知道却被叶泡泡抓了空子 不然的话 这场比赛还真的很难说 裁判宣布了双方胜负 两人彼此行礼后 各自下台 这算得上是一场正常的比赛了 不过 还没等观众们缓过神来 刚才那极为不正常的乌鸦 就已经又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中 斐力战队对米欧战队第三场 二对二 砰的一声巨响 乌鸦又上台了 周围勤黑黑一笑 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这才大踏步地走了上去 小胖 当心点 上官兵儿关切地提醒道 刚才那三株组合标 着实将他吓了一跳 在这天猪大赛上 各种奇迹都有可能出现 周围勤黑黑笑道 安全第一 放心吧 眼看着乌鸦二次上台 米欧战队那边 乌正阳已经是毫不犹豫地冲了上来 他第一场败的 实在是太憋屈 也太丢人了 要是不能把这个面子找回来 他实在是没脸在战队中混了 跟随乌正阳之后 米欧战队那边 走上来一名少女 这位少女看上去25 6岁的样子 身材娇小玲珑 相貌也算是中上之姿 只是始终冷着一张脸 看着乌鸦 眼中流露着警惕之色 乌鸦看向周围勤 低声问道 怎么搞 周围勤脸上笑容一僵 搞什么搞 你当搞对象吗 各搞各的 那小白脸还是你的 美女 是我的 公平合理吧 好 乌鸦立刻点了点头 第73章 意外给力的对手 中 斐力战队 乌鸦 斐力战队 周围勤 米欧战队 吴正阳 米欧战队 江飞 四人彼此通明 在裁判一声开始声中 斐力战队 对战米欧战队的 第三场比赛开始了 双方同时亮出 自身天珠的时候 中天广场外围的民众们 又是一片惊呼 不只是因为 周围勤也只有三珠 也更是因为 那名叫江飞的少女 看上去娇小玲珑的 竟然拥有五珠 以她的年纪 这绝对算得上是 天才中的天才了 毫无疑问 她就是米欧战队的主将 伴随着一声令下 双方的第三场比赛 正式开始 吴正阳虽然一脸的 愤懑和不甘 但是 她却并未冲动地 直接冲过来 再次释放出 她那柄重剑 与此同时 剑尖上金光一闪 右手一带 重剑横斩而出 化为一刀 弹金色的光刃 直奔周围勤和乌鸦展来 双方距离足有20码 她这一剑的攻击威力 根本不可能有这么远 这一剑的作用只有一个 那就是 阻挡乌鸦和周围勤前冲进身 尽管对之前那一战 十分不甘 但吴正阳也不得不承认 单纯比拼力量 自己比乌鸦 差了不止一筹 而她发出这个 名为光斩剑的技能 乃是通过一株 镶嵌在重剑之上的 踏硬技能 威力相当不俗 她绝不相信 有人敢用肉体 来承受这样的攻击 可谁知道 周围勤和乌鸦两人 站在原地 都没有移动的意思 眼看着那光斩剑 在身前不远处 光芒散去 乌鸦愣愣地 向周围勤问道 她在干嘛 切空气吗 周围勤怂怂肩膀 我哪知道 难道是刚才摔着头 给摔傻了 乌鸦是一副傻乎乎的样子 周围勤从一上台 就是一脸憨厚的笑容 两人 这一唱一和的 令下面各个休息室中 不少人都笑了出来 吴正阳被气得脸色一阵红 一阵白的 就要发作 在他身后的江飞却沉声道 不要上当 稳守防御 说也奇怪 一听到江飞的声音 吴正阳脸上的愤怒 顿时平复下来许多 手中中间一横 眼神凝固在周围勤和乌鸦身上 光明属性异珠的四珠及天珠诗 这可是相当不俗的搭配 尚未属性中 光明系虽然是最多的 但那也毕竟是光明系 以周围勤的实力 凭借变时髦眼和凝形装备 越级挑战四珠级别 天珠诗一般都没什么问题 但遇到五珠级别 就比较麻烦了 毕竟 双方天力相差太远 当初他能够在与明武间的战斗中占便宜 那是因为双方差距太大 明武实在太小看他了 才被周围勤有机可乘之下偷袭得手 当然 现在的周围勤也很强 毕竟 他拥有着比普通天珠诗 多了数倍的技能可以运用 而且 他又踏印了那么多高评级的限制性技能 因此 一切都要看实战中的具体情况 站在吴正阳背后 那江飞双手同时抬起 能够清楚地看到 他右手上的五颗 代表着协调的红肥体珠 同时亮了起来 周围清心中不禁一阵腻挽 暗暗想到 又是凝形套装 都说凝形卷轴难找 怎么到了 这天珠大赛上 凝形套装跟大白菜式的 到处都是 在之前的比赛中 起码有十名参赛者 释放出过不同程度的凝形套装了 但是 很快周围清就发现 自己的判断错了 那江飞释放出的五颗体珠 所凝形的装备 并非凝形套装 凡是凝形套装 都有着一致的花纹 和彼此紧密连接的契合 但江飞身上出现的五件凝形装备 却是并不相同的 黑色的金属手套 长柄黑色法杖 黑色的右护臂 黑色的右肩凯 再加上一个黑色的头骨 五件凝形装备上身 而他这五件凝形装备 却是无一例外的 全部集中在了身体的右侧 而且 每一件凝形装备上 都拥有一个镶嵌孔 已经镶嵌上了他的一株 代表着天珠狮暗属性的 黑鸥薄宝石 身为天珠狮的同时 周围清还是一位凝形狮 眼看着对方身上 出现了这种情况 他顿时悚然而惊 想到了一种情况 沉生喝道 乌鸦小心 那个女的是 全攻击型天珠狮 逐远程攻击 所谓全攻击型天珠狮 就是 不论凝形还是踏硬 所有的能力 全部是为了攻击 凝形装备 本身是能够附带一定技能的 绝大多数都是增幅 譬如增幅自己的力量 或者防御 如果是带有 镶嵌孔的凝形装备 那么 增幅的就很可能是 一株踏硬技能的威力 从对方身穿的凝形装备情况 以及他右手所持的法杖 周围清 立刻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完全放弃防御的 全攻击型天珠狮 无疑是十分偏激的 根本对自己不设防 但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的能力 也必定极强 事实也正是如此 江飞的五件凝形装备 所附带的作用 全都是增幅 增幅他的黑暗属性天力 对他的全部一株 踏硬黑暗技能 进行增强 在这种极端的方式下 他单纯的攻击力 甚至可以 和六株境界的天珠狮 比一比了 周围清也没想到 在天珠大赛第一轮 就碰到这么几手的对手 在提醒乌鸦的同时 霸王弓已经出现在 周围清手中 一个全神以对的吴正阳 绝不是那么容易突破的 而他背后全攻击的 江飞攻击力 也必定极为惊人 必须要远程压制 才有和对方抗衡的可能 虽然得到了周围清的提醒 但乌鸦还是悍然冲了出去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江飞的攻击开始了 黑色法杖举起 一团漆黑的光球 瞬间就朝着乌鸦的方向 飞了过来 与此同时 一道黑色暗影 瞬间从他脚下蔓延而出 朝着远处的周围清 悄然蔓延 周围清在对方发动攻击的时候 也已经动了 手中霸王弓光芒一闪 一根羽箭就已经电射而出 双方距离这么近 他几乎是霸王弓一台 箭矢就已经射了出去 对面的吴正阳 看到周围清是放出霸王弓的时候 就已经做出了反应 他在第一时间 释放出了一面光盾 凝实的淡金色光芒 挡在他身前 也遮掩住了江飞 千万不要小看着透明的护盾 这种光耀护盾的评价 足有六星 乃是一株踏硬技能中 防御力相当强悍的一个 无疑 江飞是全攻击型天珠师 和他配合 必须要防御力不俗才行 周围清的第一剑 并非是射向对方两人 而是射向了江飞 释放出的黑色光球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空气中猛然产生出一剂暴阵 那枚黑色光球 与周围清射出的剑 几乎同时消失了 江飞愣了一下 周围清也是眉毛向上微微挑起 江飞无疑是在惊讶 为什么只有三珠的周围清一剑 能够破掉自己的攻击 周围清这一剑并不简单 其中附加了自己 踏硬技能中的天雷阵 以天雷阵专门破坏技能的能力 加上霸王弓本身附带的爆破属性 这才勉强破掉了对方的攻击 但是 他却清楚地感觉到 当自己射出的剑矢 刚一接触到对方那黑色光球的时候 剑矢就已经融化了 如果不是上面附带的技能 及时释放出来 甚至连技能都有可能 被对方的能力吞噬掉 这就是攻击力之间的差距了 不论周围清技能有多少 他现在的修为 也毕竟只有三珠 而他的对手 却是一位拥有五珠 并且全攻击型的黑暗天珠师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正面抗衡对方的攻击 就算是周围清 凭借自己的双子大力神锤增幅 也未必能够挡得住 江飞的惊讶 只不过持续了很短暂的时间而已 他的目光依旧是那么冷 手中法杖一挥 这一次 一共五颗黑色光球飘飞而出 目标依旧直指乌鸦 而这五颗光球机设的速度 就要快得多了 而且 影院能够看到 这五枚光球彼此之间 似乎有一条黑线连接着 令他们彼此之间 大有几分同气连之的奥义 也就在这个时候 江飞脚下蔓延出的黑色阴影 也已经来到了周围清身前 这场二对二 可以说一上来 江飞就和吴正阳展现出了相当不俗的配合 两人一光一暗 一弓一手 配合得相当默契 周围清也不知道 那即将来到自己脚下的黑暗阴影是什么 但是 他却很清楚 那绝不是什么简单技能 一旦被其缠上 不是自己的能力被封印 就是要被强力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 周围清学自天攻凝的剑法 就展现出了出来 五根羽剑 同时出现在他手指缝之间 五剑射出 却只有一声尖笑 紧接着 五声轰鸣 已经同时在对面响起 他仍旧帮助乌鸦 破解了江飞的攻击 与此同时 周围清的身体 也已经从原地跳了起来 为了帮助乌鸦 他是没办法先解决 自己要面临问题的 蔓延到周围清脚下的黑影 骤然腾起 就像是周围清的影子一般 如同浮古之躯般腾空而起 张牙舞爪地朝着周围清贴去 第73章 意外给力的对手 下 至此 周围清已经完全可以肯定 这是一个相当强力的封印技能 而且 他在之前的行进速度如此之慢 其攻击力必定十分恐怖 一旦被封印 别说是这场比赛 恐怕剩余的比赛 他也别想参加了 身在空中 周围清强行扭转自己的身体 右手握着霸王弓 左手在身下横向滑动 荧光闪耀 一道长达三马的裂痕 已经出现在他脚下 黑色阴影 顿时与那裂痕接触在一起 刺耳地嗤嗤声打坐 在这个时候 江飞黑暗技能的恐怖攻击力 就展现了出来 哪怕是面对周围清的空间割裂 他这封印技能 依旧没有被完全破解 其中一部分化为黑烟消失 但还有一部分 却绕过空间割裂 直追周围清的身体 诡异的是 这黑影所过之处 在空中留下了一道 深深的黑色痕迹 哪怕是被空间割裂削弱之后 这黑色痕迹 也依旧存在 如果周围清的修为和江飞一样 同为五珠 就算他没有凝形装备的增幅 凭借王级技能空间割裂 也能挡住江飞这个黑暗封印类能力 可惜 双方的天力 以及技能增幅相差太远 这王级技能 竟然都不能完全化解江飞的攻击 就在这时 两声轰鸣已经同时响起 乌鸦在周围清的弓箭掩护下 终于冲到了吴正阳面前 通过之前双方的碰撞 他也感觉到了 眼前对手的不好对付 直接释放出了自己的乌金图神斧 狠狠地披在了 吴正阳的光药护盾之上 吴正阳的修为 比乌鸦还高一株级别 但是 乌鸦的攻击力 确实不能用常理来衡量 重达一千多斤的乌金图神斧 配上乌鸦强横无匹的力量 那攻击力是何等恐怖 周围清虽有双子大力神锤 但这传奇级宁形套装的攻击武器 更多作用是对各种技能增幅 如果在不施展任何技能的情况下 周围清完全可以肯定 他所施展起来的攻击力 绝不如乌鸦 哪怕是光药护盾这么强横的防御力 而乌鸦的第二斧又已经劈了下来 这一次 光药护盾显然是在挡不住了 此时 端坐在主席台正中的 中天帝国皇帝上官天心嘴角处 勾勒起一丝笑容 道 这两个三猪级别的小家伙都有点意思 连空间阁裂都出现了 那个体型彪悍的小丫头 这对斧子不是反物 米欧王国那小丫头也不简单 实力已经接近我们中天战队的替补队员了 江飞根本就没有去看周围清 在他针对乌鸦的第二轮攻击又被周围清挡住后 他紧接着就发出了第三轮攻击 依旧是五颗黑猪 而这个时候 周围清再想援助乌鸦已经没那么容易了 因为他自己也面临着那黑影的追击 这个时候 周围清最佳选择 无疑是凭借空间平移闪开那阴影 就算对方再追来 他也有一些喘息的机会 但是 如果这样 乌鸦在周围清化解那黑色阴影的过程中 就只能单独面对对方两人了 因此 周围清做出了一个令绝大多数人都十分不解的动作 身在空中 周围清没有再闪躲 而是用自己的右腿 向那接踵追来的阴影扫去 看上去就像是下意识的动作而已 与此同时 他直接朝天空中射出一箭 五箭齐发 救援乌鸦来不及 他也绝不会闲着 残余的黑暗阴影 在一刹那 就已经涌入了周围清的右腿 没有发出半点声息 而远处的江飞 嘴角处已经流露出了一丝笑容 在他看来 周围清已经完了 没有自己的解除 就算是要了他的命 也不算什么问题 当然 他也没想杀了周围清 但也要等今天的比赛全都结束后 才会去替他解除 这本身就叫做 俯古之躯的强力封印 另一边 那五颗黑色光球 也已经在乌鸦第二幅展下来的时候 到了他面前 江飞有信心 别说是三猪 就算是同样五猪修为的对手 想要挡住自己用 全部凝形装备增幅下的攻击 也是极为困难的 黑暗属性最大的特点之一 就是持续攻击性 一旦被命中一下 那么 其破坏力 就能持续很长时间 破天 乌鸦大喝一声 只见他手中双斧 同时闪耀起一层妖异的红光 与此同时 他双臂上的衣袖 也花费了飞灰 能够清楚地看到 在他粗壮的双臂上 一根根血光 也闪耀着同样的红色光芒 双手战斧闪电般 在空中挥动 红光所过之处 那五颗黑色光球 竟然纷纷被展开 失去了控制后 一声不断响起 每一个黑色光球落地 坚硬的金刚岩 都会被融化出一个 直径超过一码 深度也超过一码的坑 而且这个坑 还在不断地向周围蔓延 此时的乌鸦 带着他那红光闪耀的双臂和巨斧 已经第二次狠狠地 斩在了光耀护盾之上 轰然巨响之中 光耀护盾化为点点金光 消失不见 而乌鸦自己 也如同一团旋风般 直奔吴正阳冲去 主席台上 当那些超级强者们 看到乌鸦手臂与战斧 同时绽放出强烈红光的时候 从他们口中 几乎同时吐出了一个相同的词汇 血迹神兵 上官天星也不禁悚然动容 难怪我觉得 那对斧子不一般 竟是需要种族血统 才能发挥出来的血迹神兵 它来自斐利帝国 再加上身形 看来 这应该是乌金族的小丫头了 这斐利战队 还真是不简单 乌鸦的彪悍 是谁也没想到的 周维钦都不知道 乌鸦竟然还有办法破掉对方的攻击 以至于两人之间的默契出现了问题 正向前冲锋的乌鸦突然 感到自己身体一致 一团银色光芒 笼罩在了他身上 令他的冲锋嘎然而止 而已经快要近在咫尺的吴正阳 这才逃过了一劫 否则的话 乌鸦那旋风般的重斧 恐怕就要降临在他身上了 原来 周维钦虽然来不及射箭 但为了保护乌鸦 他在朝天放出一箭之后 及时地向乌鸦 试展了一个空间球龙技能 如果乌鸦没有去主动 碰撞那五颗黑色光球的话 那么 江飞的攻击降临在他身上的同时 也正是这空间球龙出现的一刻 空间球龙攻防一体 至少能够挡住对方大部分攻击 而那个时候 周维钦也有腾出手的时间了 周维钦想得挺好 可他哪知道 乌鸦那对战斧强横至此 以至于帮了倒忙 令他哭笑不得 轰轰轰轰 空间球龙只挡住了乌鸦不到两秒的功夫 就被附带着破天效果的乌鸦图身符给劈开了 吴正阳却也借此机会 缓过一口气来 又是一面光耀护盾荡起 与此同时 手中重剑连劈 光斩剑带起一道道金芒 从光耀护盾后 轰向乌鸦 在这个时候 最为惊讶的就是江飞了 他并不是因为乌鸦那对战斧惊讶 而是因为周维钦 当周维钦落地之后 竟然已经再次拉开了长弓 而之前没入他体内的浮骨之躯封印 竟然像是完全没有产生作用一般 不过 惊讶归惊讶 江飞已经抬手 又释放出了五颗黑色光球 只是这一次 却不是用来攻击乌鸦的 这五颗光球一出现 就漂浮在了他头顶上方环成一圈 彼此相连的黑气 骤然变得凝厚起来 就像一面黑色盾牌般 正好挡住了那从天而降的一剑 以弓为首 这份操控力 可以说是妙道豪颠 他可不会认为 之前周维钦朝天空射出的一剑 会是无地放使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 周维钦这一剑射向空中 延续时间很长 但如果用来偷袭 效果却是极佳的 这一招乃是天空营中人妖医师的绝学 名叫空落剑 周维钦虽然只学了个五六成 但运用起来也是相当不俗的 扑的一下 空落剑落在江飞头顶黑色光球 组成的黑光之中 瞬间溶解 但是 他所附带的技能也释放了出来 这一剑乃是周维钦用来扭转乾坤的一剑 又怎会简单 轰然巨响之中 无数扭曲的蓝紫色雷电 在空中爆开 江飞自然是毫发无损的 因为他头上有那五颗黑色光球的保护 以周维钦的天力 就算是霸王宫增幅之后 也不可能伤到了他 可是 周维钦所附加在这一剑之上的技能 本身就不只是为了攻击他一个 千雷闪 周小胖同学唯一的群攻技能 轰然炸开后 如果按照范围来说 连乌鸦都要笼罩在内 但是 因为这一件事从天而降 在江飞和吴正阳身前 有光耀护盾守护 这光耀护盾 就挡住了千雷闪的蔓延 正好让乌鸦不会被波及 而唯一被命中的倒霉弹 自然就是吴正阳了 千雷闪的攻击力 因为是范围形的 虽然不算太强 但这一下轰上去 也是令吴正阳全身麻痹 头发根根树立 焦糊的味道 顿时从他身上冒了出来 而此时的江飞 也绝不舒服 因为 周围形那一件 还附带了另一个技能 绝对迟缓 第74章 黑暗舍身记 上 每一个天诛师 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 当江飞中了周围形 释放的绝对迟缓后 他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自己的速度 就突然慢了下来 绝对迟缓 实在是太隐蔽了 当初就算是 九珠修为的明武 都没能搞清楚 是怎么回事 在外人看来 甚至是江飞自己感觉 似乎都是因为千雷闪 而导致了他的迟钝 乌鸦的实力 在这个时候完全爆发 破天效果 被激发出来的 乌金图神斧威力无穷 巨大的双斧 宛如两扇门板一般 在他手中飞舞 吴正阳的光斩剑威力 也是一体双珠配合的技能 威力相当不俗 但在乌金图神斧面前 却只有分崩离析的命运 吴正阳突然被千雷闪麻痹了 原本他的光斩剑 就赶不上乌鸦攻击的速度 乌金图神斧 就以悍然劈碎了眼前的光耀护盾 这一次 周围青没有再失误 霸王弓闪电般开合 一根接一根羽剑 宛如一条直线般 朝着江飞飞去 只要这场二对二胜了 今天斐力战队的比赛就结束了 因此 在这个时候 周围青没有半分保留 天力全面催动 他射出的每一剑上 都附带着同样的技能 那就是空间球龙 如果没有绝对迟缓的影响 以江飞的实力 完全可以和周围青展开对攻 主性的腐蚀之力 周围青根本没有伤到他的机会 但是 绝对迟缓那三秒效果 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剑剑电闪而至 前面几剑将飞 还能以弓带手挡住 但他的速度实在是慢了许多 终于还是被一剑轰击在身上 尽管这一剑 被他护体的天力震碎 但是 空间球龙的效果 还是落在了他身上 周围青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不给他任何救援吴正阳的机会 在乌鸦双斧 劈碎光耀护盾的那一刻 吴正阳才算从麻痹中解除出来 毕竟他的修为要高于周围青 麻痹只是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但是 这已经足以决定胜负了 乌鸦冲过护盾 就已经到了他面前 双手战斧悍然下屁 对于乌鸦的力量 吴正阳可是领教过的 顿时骇然后退 手中重剑上撩 同时释放出一个圣光护体技能 把全身都渲染成了金色 可惜 这有什么用吗 乌鸦双斧一分 吴正阳的凝形重剑就脱了手 一步跨前 一脚前灯 这一次 乌鸦的正踹 依旧是命中在吴正阳挡住身体的盾牌之上 然后 悲剧的吴正阳 再次如同炮弹一般飞射而出 而且 几乎摔在了和上次同样的位置 圣光护体 只能保证他没有受伤 但却保护不了他的脸面 而这一次 可就不是猝不及防了 而是完完全全被乌鸦所压制 乌鸦成功解决吴正阳 另一边 周围青施加在江飞身上的绝对迟缓 也已经解除了 只见江飞身上荧光闪烁 整个人都被困在空间囚笼之中 这名神情冰冷的少女 眼中寒光大放 就在绝对迟缓效果 消失的同时 身在空间囚笼中的她 手中黑色法杖突然碎裂了 没错 就是碎裂了 而不是收回 那法杖破碎之后 化为一团浓烈的黑色光芒 出现在江飞双手掌心之间 扑的一声 江飞喷出一口鲜血 正中身前黑光 紧接着 她身上另外四件宁形装备 也全都亮了起来 空间囚笼 几乎在一瞬间就融化了 周围青接踵而来的几件 也像是 被一股奇异的力量牵引着一般 落入那黑光之中 消融不见 就连那箭矢中所附带的技能 都没有释放出来 站在比赛抬脚落中的裁判 骤然脸色大变 左手一抬 六颗闪耀着夺目色彩的 星光蓝宝石一珠光芒闪耀 瞬间就释放出了 十二面凝石的冰盾 叠加在自己身前 乌鸦回来 周围青大喝一声 也停止了自己霸王宫的攻击 乌鸦手中的双斧 都已经举起来了 听到周围青的声音 不禁一愣 疑惑地向她看去 周围青几乎道 快 跳下擂台 一边说着 她还唯恐乌鸦动作慢了 右脚蹬地 身形狂飙而出 来到她身边 一把拉住她的手臂 直接就从擂台上跳了下去 乌鸦虽然不知道周围青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还是顺从地 被她拉着跳了下去 两人双脚刚刚落地 感觉到头顶上方 一股无比浓烈 充满了阴冷的气浪 席卷而过 带着淡淡血光的黑色气流 席卷而出 周围的光线明显暗了一下后 阳光才重新照耀在他们身上 再看比赛台上 只见江飞脸色苍白 双目无神地站在边缘摇摇欲坠 身上的凝形装备 已经都消失不见了 整个比赛台上 几乎将整个比赛台都给毁了 不用周围青解释 乌鸦也明白 她为什么会拉自己下来了 江飞这攻击实在是太猛了 如果他们不及时跳出擂台 就算能挡下来 恐怕两人也要伸受重创 这么猛 乌鸦难难地道 周围青心有余悸地道 黑暗技能中最霸道的舍身剂 就像小炎用的燃烧生命之火似的 能不猛吗 人家都拼命了 我们再不跑 等死啊 站在比赛台另一边角落中的裁判也不好过 尽管她是六猪修为 江飞也并不是针对她 但还是被波及得不轻 身前的十二面冰盾全部破碎 整个人身上都是大量的冰线 脸色也是一片苍白 强忍着才没有喷出血来 同样是五猪级别的拼命能力 千万不要忘记 江飞可是尚未属性 周围青在心中暗暗做了个比较 这江飞论攻击力 还要在小炎之上 只是战斗技巧不如小炎而已 综合实力应该和小炎相差无几 如果是自己在擂台上 一对一面对着汉妞恐怕80%要摆 除非是使用邪魔变 才有获胜的可能 等级相差太大的情况下 限制类技能给对方的限制 也是十分有限的 正因为如此 周围青越来越明白 当初唐仙为什么会说 他那绝对迟缓技能逆天了 裁判好不容易才压下自己的伤势 陈生道 第三场 二对二 米欧王国胜 江飞冷冷地看着台下的周围青 胆小如鼠 周围青黑黑一笑 道 美女人家都说胸大无脑 你怎么胸不大脑子也不好用啊 我为什么要和你硬拼呢 前面我们已经赢了两场 对这一场并非势在必得 而你用了舍身计 还能再参战吗 有本事 你就再从你们米欧战队里 找出一个和你一样给力的 反正都是赢 我为什么要冒着受众伤的危险 和你硬拼啊 那不是脑子里有水吗 我很怕死的 来吧 第四场 你们谁来 你 贝比 江飞的脸色更白了 哇的一声 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吴正阳和之前上过场的猪黑三 同时跳上擂台 从两边扶住江飞 怒视周围青 周围青摆出一副无狠无辜的样子 耸耸肩膀 怕死不犯法吧 你们这场也赢了 干嘛还说我卑鄙 这最多叫做战术 双方下台 比赛台需休整 裁判明显有些郁闷的声音响起 周围青向江飞黑黑一笑 道 美女 待会儿见 这才重新跃下擂台 回到休息室中 进了休息室 周围青脸上的笑容 立刻就消失了 倒吸一口凉气 向其他三人道 好强的舍身技 好强的全攻击型天诛师 刚才我上去 看到整个比赛台都还在被腐蚀着 幸好闪得快 乌鸦好奇地道 维青 你也会舍身技吗 他是知道 周围青有黑暗属性技能的 周围青苦笑道 不会 每一种舍身技 都是黑暗系秘技 这是一种技巧 而不是踏硬技能 我又没老师教 怎么可能会 我估计我爹会 以后跟他学学 我之所以拉着你跑 是因为 看到了那裁判的反应 那裁判露出了六对天诛 都是一脸骇然 我们显然很难对付 我这才猜到 会是舍身技 叶泡泡皱眉道 这米欧王国真难对付 要是他们接下来出场的人 还这么强 就麻烦了 周围青微微一笑 道 米欧王国 不过比我们天宫帝国略强而已 出一两个天才还可能 要是一下子出一大批天才 恐怕他们临近的国家 都不会答应 放心吧 我估计 除了江飞之外 他们不会有队员 比前两个更强了 刚才这一战 可以说是天诛大赛 开始以来 最为精彩 激烈的一战 比赛台都被毁了 这是何等威势 周围重休息室中 各国战队队员 对刚才这一战议论纷纷 毫无疑问 江飞的实力 完全掩盖了周围青 和乌鸦的光芒 可以说是力挽狂澜 胜了这一场 会舍身技的黑暗天诛师 可是相当可怕的 更何况 他还拥有着全攻击的能力 第74章 黑暗舍身技 中 但是 明眼人都看得出 米欧战队这次的天诛大赛 也就到此为止了 江飞还是太冲动了 竟然在第一轮 就用出了舍身技 舍身技虽然不像生命火焰那样 对自身损伤那么大 但至少也是要半个月以上 才能完全恢复过来的 失去了江飞 这个主战力 米欧战队想要有所建树 谈何容易 一名老者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闪身而出 同样穿着中天帝国 太阴宫的衣服 但此人头顶上 却多了一顶紫金冠 只见他一步步迈出 竟然像是在走街梯一般 就那么一步步走入空中 转眼间 已经到了比赛台上方 右手抬起 向下方须按一掌 所有人看到的 只是空气剧烈地扭曲了一下 一片荧光闪过 下一刻 那依旧被腐蚀着的 高达五米的比赛 还就那么凭空消失了 甚至连一点渣子 粉末都没有留下 正在说话的各个战队队员 就像是集体被掐住了脖子一般 整个中天广场周围的一切 也都变得安静了下来 紧接着 一个个身穿中天帝国 踏印公衣着的人 每人手中托举着一块 十平方米的巨大金刚岩 飞速而至 只是一盏茶的功夫 一座崭新的比赛台 就已经搭建完毕 那名声在空中的老者 淡淡地道 比赛继续 下一刻 他就那么在虚空中一步踏出 身形却凭空消失不见了 如果仔细注意的话 能够发现在主席台那边的角落中 多了一人 叶泡泡用力地吞咽了一口唾咽 有些艰难地道 这是什么实力 周围清长出口气 空间戏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刚才这位 应该是一位拥有空间剂 一株的天王级强者 我靠 太给力了 难怪说 九株以上将是一个崭新的境界 就是刚才那一个人 想要将我们24个战队所有队员都干掉 也绝非难事 一边说着 周围清已经走了出去 而米欧战队那边 则拍上了一个身材矮胖的青年 裁判换了一人 沉声道 斐力战队对米欧战队第四场 一对一 双方报名 斐力战队 周围清 米欧战队 小虫 听到对方的名字 周围清显些笑出来 心中暗道 您这块头还是小虫 应该是肉虫吧 比赛开始 伴随着裁判一声大喝 双方第四场比赛正式开始 那名叫小虫的胖子 猛然后跃两步 短促地左臂抬起 浓郁的黄色光芒 顿时升腾了起来 一面土墙 就已经挡在了他身前 紧接着 他竟然就那么推着那面宽达三马 高两马的土墙 直奔周围清的方向冲了过来 这是干啥 周围清眼中 不禁流露出疑惑的神色 也释放出了自己的天珠 小虫跑得很快 而且 一道道土墙 也在比赛台上不断升起 这些土墙 都是出现在周围清两侧不远处 尽可能地限制着他的活动空间 当小虫释放出土墙的时候 周围清就看到了 他右手手腕上的体珠 正是代表着力量的兵种翡翠 和自己一样 只有三颗 显然 正像他判断的那样 在之前三场出战的三人 实力是米欧战队中最强的三个 眼看着小虫推动的土墙 就到了自己面前 突然间 周围清明白了这小虫的用意 很明显 他是怕了自己的弓箭 才设置了这么多土墙 来限制自己弓箭的发挥 而推动土墙朝自己这边撞来 恐怕是想要将自己 直接撞击下去 才对 这想法虽然奇葩了点 但如果是面对普通弓箭手 又是在擂台上的情况下 还真有几分效果 可惜 周围清可不是普通弓箭手 同样是力量型天珠师 他却和乌鸦一样 有着常人所不能及的强大力量 眼看着 小虫推动土墙 就已经进入到了周围清身前十码范围内 正在周围清打算有所反应的时候 突然间 他感觉到全身一沉 比赛台上 仿佛有一股特殊的力量 吸引着他的身体似的 令他举步维艰 这是 重力增强 周围清大吃一惊 要知道 在土系技能之中 这重力增强 可是评价高达九星的强横技能 一珠境界的重力增强 可以增加重力一倍 每提升一珠加一倍 三珠级别的小虫 已经能够 令重力增强三倍了 虽然这个技能 对天力的消耗也很大 而且有一定范围 但是 能够出现在一名 三珠秀为的 土属性天珠师身上 还是十分罕见的 能够看到 在周围清脚下 此时已经多了一片 黄蒙蒙的光彩 在重力增强发动的同时 小虫已经骤然加速 显然是要避其功于一翼 倾尽全力 将周围清 直接推下擂台 好一个重力增强 对方显然是看到自己 也是力量型天珠师 但要凭借这个技能 让自己的力量 无法全部运用出来 单纯推动土墙 那绝对是无比蠢笨的方式 可要加上这重力增强 却是骑兵突出了 还是那句话 可惜 他遇到了周围清 公布 陈坚 虽然在三倍重力作用下 行动要困难许多 但也不影响周围清 摆出这样一个架势 砰的一下 土墙已经狠狠地 撞击在了周围清肩膀上 沉重的力量骤然勃发 但是 土墙却稳稳地定在那里 纹丝不动 无法再前进半分 小虫 在土墙另一面 已经将自己的力量 催动到了极致 但却怎么也无法再前进半分 而另一边的周围清 也同样是一脸 全力以赴的样子 甚至连额头上 都渗出了汗水 似乎是坚持的 也极为艰难似的 坐在休息室中的乌鸦 看着台上的周围清 美好气地低声道 冰儿 你男人太能装了 就这么一个土墙 加上一个三猪的对手 能让他挡那么困难 那自己 在力量上是怎么输给他的 上官冰儿扑斥一笑 旁边的叶泡泡 摇头晃脑的道 乌鸦妹妹 这是战术 毕竟 米欧战队 并非我们真正的对手 你不是也保存实力 没有用出宁形技能吗 台上的局面 已经陷入了僵持状态 但米欧战队 休息室中的众人 却已经变了脸色 虽然双方都是一副 全力以赴的样子 但他们却很清楚 小虫在使用重力控制 和释放土墙的情况下 天力消耗 要比周围清大得多 这样僵持的局面下 其实却是胜负已定 小虫本身能力并不强 唯有运气好的 踏硬了重力控制这个技能 才能成为战队中的一员 果然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台上两人 都是一副竭尽全力的样子 小虫的推力 是越来越弱了 而另一边周围清的抵抗力 也同样是越来越弱 这样一来 他们就始终保持着僵持之势 为了这场胜利 小虫是真拼命了 奈何 人力有实境 当他再也维持不住重力控制 和面前土墙的时候 顿时全身一软 一屁股坐倒在地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汗水已经湿透了他全身的衣巾 周围清装的那叫一个像 土墙消失的同时 他甚至还向前裂起了一下 才站稳身形 同样也是大口喘息着 但却是站在那里 双手插腰 一副我也要不行了的样子 从天珠大赛开始到现在 最奇葩的比赛 可以说都出现在 斐力对米欧这一场了 暴力乌鸦 黑暗射身计 双方对推土墙 每一场都是这么的怪异 裁判看着这两个气喘吁吁的家伙 有些无语地宣布道 第四场 斐力帝国胜 第三组第一轮 斐力战队胜米欧战队 周围清得意洋洋地高举双手 还很是大度地拉起了坐倒在地的小虫 一脸叹碗地道 兄弟 西拜 西拜啊 下次努力 说完 这才下台回休息室了 主席台上 中天帝国皇帝上官天星 微笑着向身边的上官龙鹰问道 龙鹰 你觉得刚才这小家伙如何 上官龙鹰道 他先前至少施展了空间 雷两种属性的能力 配合上宁行公道 也有几分实力 空间割裂这个技能 出自于银皇天损 听说不久前 斐力帝国拓印公 抓到过一只 只是不知道 他们用什么方法 竟然让这一个小小的上尉天师 踏硬成功了 上官天星微笑道 这小家伙恐怕还不是这么简单 刚才 米欧王国那小姑娘 莫名其妙地有所失误 我看 应该也和他有关 上官龙鹰神色一动 陛下明察秋毫 在观察他几场比赛 应该会有所收获 而此时 就在斐力战队休息室旁格 两个位置的休息室中 三组种子战队的队员们 却都是一脸的不屑之色 一名脸色苍白 看上去十分柔弱的青年道 斐力战队 今年就这水平 出场三个人 两个三株一个四株 还不如上一届 看来 今年他们第五的位置 是肯定保不住了 跟咱们携手出现的 估计会是百搭战队吧 第74章 黑暗社生计 下 坐在丹顿帝国休息室中央的 是一名长发美女 看上去十分年轻 只看容貌的话 就像十八 九岁的样子 但却是一脸沉静 翘脸上始终带着一抹甜淡的微笑 举手投足之间 风轻云淡 似乎对一切都不在一似的 话也不能这么说 斐力帝国那两名三株级别的天株师 不是也很有趣吗 一个力大无穷 另一个剑法也不错 关键是头脑很好 而且 斐力帝国总不会只派了他们四的前来 比赛才刚开始 一切还都是未知数 可惜 在进入八强之前 是无法看到 中天 宝珀 万兽三队的战斗情况 这一届 我们绝不能在垫底四强了 脸色苍白的青年 一听这少女开口 脸上顿时多了几分恭敬之色 队长说的是 目前来看 我们以小组第一出现后 经过八强战 四强战时 很可能会遇到万兽战队 少女眉头微微一皱 万兽战队 很麻烦 顺利地通过了第一轮 周围钦四人是皆大欢喜 不论怎么说 他们已经为林天敖四人 争取了至少三天的时间 第二轮 他们的对手 也是一支王国战队 实力同样不是很强 最关键的是 第三轮与百搭战队的较量 而他们面对小组种子 单顿帝国 则是在最后一战 运气不能说太好 与百搭帝国最重要的一战 不是在最后 使林天敖他们的休息时间 越有所不足 但也不算太坏 至少不是第一轮 就要面对百搭战队 走吧 咱们回去 把好消息告诉队长他们 周围钦伸了个懒腰 悠哉悠哉地说道 叶泡泡道 不看看其他组的比赛了 尤其是百搭战队的 周围钦呵呵一笑 道 不看了 看了反而容易被迷惑 百搭战队也必定将我们 视为主要竞争对手 在前面的比赛中 肯定会有所保留 倒不如不看 等到比赛的时候 全力以赴就是了 何况 还有三天后第二轮可以观战 好不容易到这中天城来 我带着兵儿转转去 劳逸结合嘛 你们要是不愿意转转 就回酒店 把咱们获胜的消息带回去 叶泡泡失笑道 没见过比你神经更大条的人了 好 那我们就走吧 我回去报信 你们去转好了 乌鸦 你呢 乌鸦嘿嘿一笑 道 昨天看到咱们酒店附近 那么多好吃的东西 我要去吃点 最近好像瘦了点 哎 什么时候体重能突破一千斤啊 周围亲三人 都一脸无语地看着他 一千斤 孤金族真的是人类吗 此时 比赛台上 已经又开始另一场比赛了 但还是有很多人注意到 斐力战队这四位的离去 虽说自身比赛结束后 可以自由行动 但一般来说 各个战队都会选择继续留下观战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今天斐力战队 绝对是第一个离开的 不过 这回倒是没人觉得 斐力战队有多么嚣张 虽然他们 在之前的比赛中获胜了 但所体现出的实力 却并不如何强大 还输了一场 在许多人眼中 刚才的胜利 明显有着几分运气成分 尤其是周围亲 对小虫的最后一场 还是耗尽对手天力 勉强获胜的 因此 他们就这么走了 更多的人都是觉得 这斐力战队的人 脑子有病 更不会有人看好他们 连同组 另外几支较弱的战队 都觉得有信心战胜他们 而百达战队 更是信心爆棚 一个个冷笑着 目送斐力战队四人离去 同参赛队员通道 离开中天广场 四人分道扬镳 叶泡泡和乌鸦 一起朝他们住的酒店方向走 周围亲 则拉着上官兵儿的小手 朝着街道走去 繁华的中天城 这会儿倒是比平时亲近许多 很多人都去中天广场 看天猪大赛了 街道上的行人 自然也就少了 周围亲握着上官兵儿柔嫩的小手 走没几步 拦住一位路人问道 这位大哥 请问 中天城有卖凝行卷轴 或者是制作凝行卷轴 所需物品的地方吗 这中天城号称大陆第一城市 想必东西是十分齐全的 虽然周围亲 现在还不缺制作凝行业的材料和凝行纸 但如果能够在这边 买到一些稀有材料 那还是相当不错的 总不能白来一次 那位路人有些怪异地看着周围亲 道 小兄弟 你们一定不是我们中天帝国人吧 周围亲疑惑地道 你怎么知道 路人笑道 如果你是我们中天帝国人 就不会问刚才的话了 我们中天帝国有凝行阁 买卖有关凝行卷轴的物品 都在那里 就像是拓印宫 对于一株塌印的作用一样 当然 这是我们中天帝国所独有的 别的国家可没这个国力 你要去凝行阁的话 顺着这条路向前走 第三个路口右拐不远 最高大的建筑就是了 说完这番话 路人走了 却留下周围亲和上官兵儿 有些发愣地站在那里 凝行阁 在这中天帝国 竟然有专门买卖和凝行卷轴 有关物品的地方 而在其他国家 想要买凝行卷轴 根本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何等国力啊 更重要的是 周围亲和上官兵儿心中 都深刻地被刚才那路人 一脸的自豪感感染了 为自己的国家而骄傲 自豪 那只是一个非欲诸失的普通人而已 国家的强盛 令这些普通平民的妖杆 也能挺得更直啊 上官兵儿感觉到周围亲 握着自己的手紧了紧 听他淡淡地说道 有生之年 我一定会为了天宫帝国国民 也能拥有这样的自豪而努力 上官兵儿将他的手拉起 放在自己脸上 柔声道 我的小胖一定能够做到的 按照路人所指的方向 周围亲带着上官兵儿 很快就找到了凝行阁所在 正像那位路人说的那样 这凝行阁 却是整条街上最大的一座建筑 看上去 就和斐利帝国拓印宫的规模差不多 需要登上近30级台阶 才能来到这座造型古朴的建筑物前 宁行阁建筑 竟有六层 无几六寿 琉璃瓦在阳光的照耀下 仿佛有宝光散发出来一般 可以说是 达到了当今大陆上建筑的巅峰境界 门前有守卫 需要登记之后 领取号牌才能进入 但却不收取任何费用 这点可要比斐利城的育品中心 厚到多了 一进门 宽阔的厅堂古香古色 古朴典雅 感觉上并不像一个买卖东西的地方 反而有点像是一座图书馆似的 周围清仔细看了一下 里面装饰用的木料 吃惊地发现 这大厅中 不论是柱子 还是装饰用的木雕 以及墙壁 竟然全都是它极为熟悉 只出产于天宫帝国的星辰木 在天宫帝国 乃是战略物资 专门用于制作弓箭的星辰木 到了人家这里 竟然变成了建筑材料 上官宾儿也发现了这一点 不禁大为吃惊 走到两人身边 微微失礼后 道 二位想要点什么 我是凝行格的引导员 可以帮您介绍 周围清呵呵一笑 道 我想购买一些 制作凝行液的材料 不知在什么地方 白衣青年客气地说道 先生 您应该是第一次来 我们凝行格吧 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凝行格一共分为六层 除了第六层是拍卖场 每周进行一次拍卖之外 其他各层都是出售 与凝行卷轴有关物品的 每一层都分五个区域 分别是凝行纸 凝行液材料 成品凝行液 成品凝行卷轴 和体柱凝行咨询 五层都是这样的划分 只不过根据不同权限 顾客可以登上不同层而已 越高的楼层 出售的东西等级也就越高 周围清在心中暗暗赞叹的同时 向白衣青年问道 那我们现在这样的 能在第几层购物 白衣青年到 目前二位还只能在第一层购物 需要消费超过一百万金币 才能登上第二层 第三层则需要一千万金币 周围清一听就傻眼了 要这么多 没有优惠吗 白衣青年到 优惠也不是没有 如果二位是天珠师 或者凝行师的话 加入到我国拓映宫 或是凝行阁 就可以没有任何条件的 在前三层购物 周围清暗叹一声 越是底蕴深厚的大国 这吸引强者的方式 也就越高明 不过 人家也是有着足够的底蕴啊 上官彬儿好奇地问道 那第四层和第五层 卖的又是什么 白衣青年微笑道 第四层和第五层 是我们凝行阁的贵宾区 要求比较多 想要登上第四层 必须是本国拓映宫 或者是我们凝行阁的人 而且要求必须是天珠师 修为在下位天宗以上才行 否则的话 不论消费多少钱 都是无法进入第四层的 而第五层的要求 就更高一些 需要上位天宗修为 并且为国家做出过一定贡献 并且有两位五层贵宾推荐 才能进入购物 我觉得这些人费贵宾推荐 是在这些人费贵宾推荐 可能是在这些人费贵宾推荐 我可以看到这些人费贵宾推荐